临水而居,可养春风十里 作者,丁小村 临水而居,这让人想起一幅美妙的画面 每一条河流都相坠着一串珍珠般的城镇 在人们的想象中,这世上最美丽的人居莫过于临水而居 推窗可望见碧水荡漾,平栏可见烟波浩渺 古来观景之处,都因为临水而得美名 黄鹤楼、岳阳楼都是灯楼看水的好地方 古苏城外寒山寺的钟声,则仿佛浸润了一夜偏周的克星 顿时充满了漂泊的忧愁 杜甫提笔玉写诗 写下的却是门外大江上的万里行船 欢快流动的归乡之情 但临水而居,这不过是古往今来人们最古老,最质朴的一个居住要求 万物生长都离不开水 人类的生活自然也离不了水 所以,这要求并不过分 上天造就了人,就当然而然地给了我们生命需要的水 每一个村庄都需要水源 比村庄更大的是城镇 城镇很多是临河而建 这不单单是为了所需要的水源 还有流动的需求 在古老的时代 水路当时最便捷的交通了 有货物转运 人来人往 才有了城镇 一条河流 无论大小 一路上总串着些村庄和城镇 一般在那些临河的城镇里 最低处的街巷大都叫河街 在过往的时代 河街上住的 一般都是城里最低等的一类人 看沈从文的文字 可知这河街上住的 多是水手 卖力气活的穷人 他们的男人 往往当水手 女人做些打杂的活 也许还兼职做寄语 每当大水来临 河街上的人打着包袱 老老少少拼命往上面逃 边走 边眼睁睁地看着 平日里当成衣食父母的河流 顷刻间卷去了他们的房屋和家道 我有位好友 是在一座水边城镇长大的 上了大学还不会骑自行车 因为在他们的小城里 街道和马路就是上坡下坡 没法骑自行车的 城镇临水而建 往往背山面水 那些水边的小城镇居民 从小就天天得面临海拔的巨大反差 我那位好友 我那位好友读小学在半山 读高中就在山顶上 所以从小到大天天爬坡 他告诉我河街上住的老城居民多 山顶街上则是政府公职人员多 这阶层划分如此明晰 令人顿时想起了沈从文当年的描述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 多山 多水 山水相依构成了那些峡谷 滩图 小镇 山中货物转运 多从水路 所以这小镇自然成了中转站和补给地 湘厄穿跪交界的湘西地区 由于沈从文的文字 后来被人当成富有神秘气息的地区 这些地方 山地僻远 民族杂居 生活民俗 自成体系 年轻的时候 沈从文在这些地方漫游 坐着转运货物的船只 游走在远水 离水之间 亲历了山水间的行走 踏过青石小街 走过木板门面 见惯了水上大声吆喝的水手 水边吊脚楼上以门翘首的妓女 到了北京 她把这些写下来 却成了都市人猎奇的风景 但是她的笔下 除了诗意自然还有质朴 醇厚 吐气的乡土人生 很难想象 如果没有这些水边的小镇 没有这些水上年年奔走的船只 就不会有这些蚊子 多年以后 人们把她当成了传奇 当年她初到北京 只是一个地道的乡下人 她却有着乡下人的固执和莽撞 这份固执造就了一个文坛高材 这可能是山里人乡下人的原初性情吧 我每次看到一座水边的城镇 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这位高材 也许她的城民带着偶然性 但是她的文字自然是独树一帜 世上罕有人能及 也许并非无人能比她的高材 而是无人能比她的莽撞和固执 无论如何 古往今来那些在文学上 有成就的大师级人物 他们身上都有着某种莽撞和固执 孤傲和灵性 这些东西夹杂在一起 你可以说是缺点 也可以说是优点 可能某个地方的地域性也弱此 比如湘西 那么一块地方 水和山 码头和城镇 它个性的地理和人文构成 本身就是浑然一体的 有山就会组人 愚公移山要子子孙孙来干这么个大工程 一辈辈的人干这个 为了只是找到一条翻山的通途 但恰恰是山 又可能护佑了独特的文明 有水就可流动 可以带来外面世界的文明 但是水也可以成为灾难 大水成灾 往往令人家破人亡 在过去的时代里 水边的城镇不叫城市 而被叫做码头 中国有许多大码头 比如天津和汉口 又有许多小码头 每个水边的小城镇都是一个小码头 在旧时代 每到一个地方 要礼仪性地拜访当地的达人和旺族 叫做拜码头 码头生长的人 见多识广 熟悉三教九流的事儿 懂得三江五湖的胃口 所以大凡能称得上码头的城市 也是令吃货们垂颜向往的地方 码头上的人 善于把天下的材料都搬上餐桌 做成百种花样和味道 来满足八方口味 到某个水边的城市 你不妨到河街品品当地的美食 在旧时代 河街人虽然穷且土气 却往往非常有见识 这是水的好处 本来就是流动的 流动意味着变幻和吸纳 而山则不同 山是固守的 但倘若山和水混杂在一起 那就是固守与流动同在 比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 中国古代最有名的水边城市是扬州 它处在长江和大运河交汇之处 堪称是水的杰作 人工与天然完美结合的成果 几千年华夏古代文明史上 扬州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码头 临水而居 方得水之鲜活灵动 也只有这样的城市 才当得起春风十里的美名啊 也许多年华夏古代文明史上 也许多年华夏古代文明史上 想着水之鲜活